既然寒吉提供幼稚財政經常做出成功 這幾年輕少年一輩等來高雄獲金做 這位還在台南做警察李嘉賢 當然來香港是警察退休的前輩 獲金幼稚貴寒吉 最後連警察退休的好朋友 也都被他猶到來獲金 剛開始都不覺得說 我們水林鄉的地瓜有那麼特別嗎 慢慢的慢慢的就是說 我們的地瓜水林鄉的地瓜 名氣慢慢打出來之後 那我又想說 那既然都市人現在他的型態都是說 他要安心要吃有機的 去年差不多1700斤左右 不到2000 對 今年現在的話差不多三四千斤有人 我們的技術我們的管理也在提升 有一個前景然後覺得心裡很充實 你每天晚上睡覺你會想說 明天地瓜要做什麼 你是不是地瓜明天他需要什麼 就好像他成長過程一樣 你要需要什麼你就要補充什麼 一開始要委託辦公室 變成風吹禮派 喊吉隆其實是很沒習慣 春中小想放棄過太累了 真的是想說 怎麼那麼累 跟以前當警察 生活完全不同 以前還沒種有沒有 每天三更半夜 要吃安眠藥才能睡得著 種了地瓜以後有沒有 不用吃安眠藥 十一二點你就自動會睡 就好會睡覺了 這三位警察最定道理 正有機械子最一定的風吹旗 我們三個人 農總財政的民主 有差不多三家 還有六分地 一年中山領 這有機械子中山領 差不多可以刪除 十棟 對有機械子的所領來說 這個山領來說 也是應該 我的山領最重要 雖然有七八年在前 有機械子經驗的進步的出頭 不過你跟行業想不到 第二年出生 就得到共産屏蔽第一位冠軍 他算是從世界的農作 才當我而已 當我而已 你竟然 他活動就說 我們第一屆推出這個 西式番組大賽 他竟然拿到第一名 我們特幼三名第一名 他說他真的不簡單 這真的非常的用心 才有辦法有這樣的成績 去比賽看看 說有沒有看看說 我們地瓜品質怎麼樣 也不敢說有沒有 真的說拿到第一名 看到三位雜貌人照顧 漢字請求雜貌人的頂競行文流 很多人要買他們的有機漢字 現在你跟憲 回來真有機漢字 他表示 不然要提供安心農業 想到還是期待他們的努力 未來大家聽到漢字 就想到嘴辣 記者你給我算 差不多